这是史上最邪门的酒店1408 只要住进去的人绝对活不过一个小时 房间里发生过大量离奇的惨案 从开业至今一共死掉了56个人 只要住进去的人都会产生严重的幻觉 并且只要入住就绝对不能退房 因为退房的唯一办法就是从14楼跳下去 其实这是一间怨气非常严重的房间 只要看视频点赞加了关注 就一定可以得到评论区狗头的庇护 但有个嗨老偏偏不信邪 心血来潮就闪现到这间酒店 还指定自己一定要住1408房间 最后有点丑的靓女拒绝了他 但此时嗨老并不死心 还托关系找到了酒店的董事长 董事长说只要你不住1408 总统贵妃套房随便挑 最后嗨老还是执意要住1408号房 于是董事长匆忙将嗨老请到办公室里 还拿出了几十公分的笔记本 上面记录了住在这间房间的死者 只要住进去的人一律活不过24小时 但嗨老却越听就越上头 还说不给自己住就要去投诉他们 最后董事长也只能无奈答应 还亲自送嗨老上了电梯 再三叮嘱他不适应就马上闪现出来 很快14楼就到了 嗨老怀着颤抖的心朝1408房间走去 并且一边走还一边看以往的老照片 上面简直一个比一个死的惨 但诡异的是 嗨老走了半个小时又回到了电梯口 似乎隐隐约约有一双手请他离开 但胆生毛的嗨老并没有理会 经过一个小时的寻找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1408房间 嗨老进到房间瞬间惊呆了 他喵得这里正常过很正常的 让嗨老好奇的心瞬间有点失望 随后他就在房间里逛东逛西的 经过检查房间里的设备一切都非常正常 就是空调的温度控制的不是很好 他下意识扯下卫生纸擦了擦汗 随后打开窗户透了透气 外面的世界也一切正常 突然身后传来了收音机的声音 嗨老差点被吓出憋了三天的尿 定眼一看发现杂乱的床单又被重新铺好了 嗨老怀疑应该是有人恶作剧 但他找遍整个房间也没发现有人 却又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 刚刚才用过的纸巾居然又变成新的 房间里的温度也差不多可以烤红薯了 但经过嗨老的高超操作 居然奇迹般将空调修好了 但下一秒他的耳朵就开始嗡嗡嗡作响 于是他探出头却已经无法听到外界的声音 就在他准备去茅厕殴尿时 窗户突然自由降落狠狠压住嗨老的小手 他急忙来到茅厕将手冲洗干净 这水是想要烫猪的吧 嗨老被吓得连滚带爬来到床头 马上打电话给董事长说自己要退房 但对方一直骂他是锁嗨脑袋被驴踢了 随后电话也自动挂断 惊慌中嗨老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但要是轻轻硬脸就断了 就连门把手的质量也不太好 看来嗨老这次是阴沟里翻了船 这个字你一定见过 但不一定打得出来 房间里一个哭泣的女人凭空出现 只见他来到窗户就直接跳下去 还没等嗨老反应过来 又有一个靓仔也跳了下去 他们都在示意嗨老这就是唯一的出口 因为他住进了邪门的1408房间 在这里住过的人都活不过一个小时 并且只要入住就不能退房 一定要赶紧点赞点关注 让评论区的狗头来保护你 嗨老慌张中想逃跑 却发现门已经根本打不开 于是他来到唯一跟外界连通的窗户 拼命呼喊救命却无济于事 突然他看到对面有人在吃消息 嗨老立刻挥手示意自己需要帮助 对面的人很明显也看到他 但嗨老下一秒就发现了不对劲 对面的人居然做着跟自己一毛一样的动作 自己顺手拿起一盏抬灯 对面的人也拿起了一盏 仔细一看这不也是嗨老吗 下一秒一条靓仔拿着大砍刀出现 嗨老回过头时也差点被爆了头 只见这个靓仔挥舞了几下下 就将嗨老憋了几天的尿都吓出来了 回过神来那条靓仔又凭空消失了 嗨老告诫自己这一切都是幻觉 他将抬灯丢下了万米高空 下一秒抬灯在半空中就消失不见了 随后嗨老通过酒店的结构图 发现1408房间的隔壁也有一个窗户 为了离开这个房间他马上翻出窗外 他颤颤巍巍游走在万米高空 只要掉下去绝对变成渣渣灰 但在上面走了半天也没发现有窗户 原来这里只有1408房间有窗户 这下真的要BBQ了 无奈之下嗨老只能再次回到1408房间 等他再次看向酒店结构图时 上面居然变得只有1408一个房间 随后嗨老往大门的猫眼看去 外面凭空出现了一堵墙 紧接着唯一的窗户也变成了一堵墙 此时的1408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好在不要钱的电脑还可以上网 嗨老急忙登陆上自己的社交账号 跟自己的第八任妻子请求支援 还没等嗨老说完甜言蜜语 房间的消防水喷涌而出 电脑也因此当场崩溃炸裂 嗨老最后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绝望中他马上拿了一本圣经 希望上帝可以为自己指点迷津 翻开来一看才发现圣经早已变成白纸 看来这次耶稣也就不了他 随着空调的治冷效果越来越好 房间也很快挂满了洁白如玉的冰霜 这是史上最邪门的1408号房间 只要住进去的人都活不过一个小时 但有个嗨老偏偏不信心 最后还是被困在了这个房间里 并且空调的温度也越来越低 很快房间里都结满了冰霜 嗨老裹着被子烤火取冷喝着老白干 他以为自己会这样被冻死过去 突然电脑又再次传来声响 他慢慢爬过去一看 妻子还在视频里不停安慰 嗨老问他报警了没有 妻子接下来的话让他崩溃不已 他说警察现在就在1408房间里面 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 听到这里嗨老绝望到了脚底 但现在想后悔已经太迟了 这时妻子说等会就来找他 但嗨老让他千万不要来 下一秒屏幕上就出现了另一个自己 并一直让前妻赶快来救自己 不管嗨老多大声地呼喊 妻子听到的都是另一个自己的声音 当视频被挂断后 屏幕里的自己对着嗨老不停坏笑 忽然 房间里开始地动山摇 就连墙上的画也开始动了起来 紧接着就开始雷雨交加 嗨老觉得这一切都是墙上那幅画搞的鬼 拿起打狗帮用力砸了过去 不要钱的大水从画里喷涌而出 不大的房间很快就被淹没了 嗨老本以为这回自己死定了 下一秒他居然从医院里醒过来 并且温柔漂亮的妻子也出现在眼前 原来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梦 出院后嗨老将这场梦写成了一本书 貌似一确都已经回归了正乌 当他来到邮局时却惊呆了 这里的收件员正是酒店的大唐金人 还没等嗨老回过神爱 大量的工人开始拆掉了邮局 又再次露出了熟悉房间的样貌 原来嗨仔从来就没有离开过1408房间 这时他死去的女儿凭空出现 嗨老马上闪现过去紧紧抱着女儿 不久后女儿再次化作一缕尘埃 女儿的再次死去让嗨老痛苦万分 他开始在房间里拼命打砸 随着计时器全部归零 嗨老又再次回到完好露出的房间里 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起 对方告诉他所经历的劫难 一个小时就要重复一次 但退房的办法只有一个 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了结自己 随后他又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 再过十分钟他就可以赶到酒店 为了不要再有人受到伤害 最后嗨老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用熊熊烈火烧掉了这个房间 他要与1408的诅咒同归于尽 以后这个房间再也不会有受害者了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